而在玉溪地区农会呢 今年的田野艺术季还特别打造了一阵双井双花海 分别是在玉溪农会大雨物流中心旁 还有克城铁桥营造编纷花田 竹井是Q版的快乐熊熊 熊熊正式亮相和游客见面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 天洁连假长达九天 由于疫情仍然持续不能出国 玉溪地区农会今年度的田野艺术季 特别打造了一阵双井的双花海 分别在玉溪农会大雨物流中心旁 克城铁桥营造编纷花田 竹井是Q版的快乐熊熊 熊熊正式亮相跟游客见面 小朋友都非常的喜欢 我们玉璃跟卓西是台湾黑熊的故乡 所以我们这两年的主题都是以黑熊来做一个主题出发 像去年的熊稻草人 今年我们也就觉得说 其实大家来这里 你看到的东西就是 我觉得就是对玉里第一个印象 哦这里有黑熊 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是相当的不错 我们就去继续沿用这样的主题 继续下去这样子 那也欢迎大家能够利用春节这个时间点 来我们这边走走春 大雨花海位在台九线271公里北上方向 游客开车经过大雨就可以在路边看见可爱的熊熊花旋 你花海 只见绿色草地熊坐在大片花海中央 还有熊爸熊妈作陪 包括熊熊乌 家猫万能猫 投赢博士等造景业将陆续登场 向游客拜年花旗会到4月15号为止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